大家好,我是老王 放弃一个追求了很久的女生是什么样的感觉 也许很多人都遇见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以为自己只要付出就能有结果 但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低头 无数次的看到希望 又无数次的失望之后 终于有一天你释怀了 你决定从此之后和她再无任何交集 你彻底放下了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小雨 追求了一个喜欢的姑娘一年半 追得感动了自己 感动了所有的朋友 我也无数次的串过她 但是她总给我说 她不是我说的那种女生 原本我以为她会一直这么追下去 却在半个月前 她突然给我发消息说 我放弃了 我以为她又跟以前一样 是说得完完而已 但没想到这次居然是真的 从那之后 真的再没听小雨提起过那个姑娘 也没听她再抱怨 追求有多么的不容易 小雨喜欢的姑娘 后来给我们发了消息 打听小雨的近况 给我们抱怨 说原本她都打算同意了 没想到小雨就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看来还是自己看错了人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挺可笑的 我想小雨真正决定放弃她的时候 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就像小说里面写到 喜欢你很久了 等你也很久了 现在我要离开 比很久还要久 爱的人是经历了多少次的重蹈覆辙 多少次的失望 才下定决心放弃 而且这一放弃 并不再回头 感情里的追求 原本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叫拒绝 一种叫接受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追求的结果 多出来了第三种 除了拒绝和接受之外 多了一种叫待定的选项 于是追的人还在拼命的付出 适宠而交的人 却在拼命的享受别人对她的好 就像小雨在追求这个姑娘的时候 姑娘需要她就打个电话 小雨就屁颠屁颠的去帮忙 不需要的时候 半个月也不会主动给她发一条消息 循环了好几次后 小雨每次说要放弃的原因 都是等不到消息 甚至找不到人 明明说好只是朋友关系 却把对方当成男朋友去使用 但又不想成为她的女朋友 这样不对等的关系 看不到结局的时候 作为男生你不放弃 你还在苦苦等待什么奇迹出现呢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段话 男生对女生说 你说我快要追到你了 怎么就放弃了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进度条呀 在感情里面 被爱的人往往不给进度条 最大的原因就是适宠而交 男生太过跪天 给了女生太高的可得性 给了对方一种 你怎么也不会放弃的感觉 但这个期间的感受 只有付出的那个人自己才能体会 多少个夜晚没有好好地睡个觉 整天盯着手机等待她的消息 每天琢磨她的朋友圈里面 自理行间的意思 被从爱的人无法感同身受 她是怎么有脸亲而易主地说出 没想到小雨就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看来是自己看错了人 她怎么没想过 这个人可能等不了她那么久 她的耐心不足以融化你的考验 不是不够爱 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爱下去 有谁不曾为那份痴情而受过苦 我们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 是世界上最重的感情 有一天 木然回首 我们才发现 它在你心里一直很轻很轻 放弃没有那么困难 你把该做的都做了 不该做的也做了 那个人还是一点回应都没有的时候 你确实该离开了 爱情从来都不是电视剧 不是你认准的一个人 就要守护她一辈子 等不到回应的爱 是你个人演了一场电视剧 只是那扎心的剧情 最后你累了 从换得换身慢慢变得不为所动 于是你不得已而放弃了 或者你有了更好的选择 反而看开了 也就放下了 她不爱你 但不代表别人也不爱你 在她眼里 你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 但也许换了一个人 你就是一个宝贝 不是没爱过 而是真正爱你的时候 你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所以我选择了放弃 成全的你 也成全的自己 你永远是我的软肋 却再也不是我的铠甲 我是老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